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要来看的是大家关切的新型变种Omicron 这个新变种病毒持续冲击全球的经济复苏 尤其它摇动了投资者的信心 让美股持续震荡 在上周五NASDAQ指数一路由15719点摔到15085点 在上周五这一天跌幅高达1.92% 而我们可以看到上周全周从11月29号 那么一直到上周五的12月3号 这个指数美股的三大指数就以NASDAQ来说 它的曲线是直线往下灌压 使得投资银行高盛宣布 它要下修2022年美国的经济成长前景 现在这波卖压已经从股市扩大到加密货币 比特币暴跌了22% 所以比特币的币值跌破了美金5万元 另外还有一个虚拟货币叫以太币 它也跟着走扁 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新型变种病毒 在全球经济目前从美金看起来带来的影响 走在经济复苏的路上 却杀出Omicron变种病毒这个神咬金 让投资银行巨头高盛 周六宣布 把美国明年经济成长预测 从原本的4.2%下调到3.8% 就连IMF总裁在受访中也指出 各国领袖很可能就会在下一次开会时 调降全球的经济成长前景 市场普遍认为新型变种搅局 不但会使得缺工和供应力危机继续恶化 还会打乱企业返回实体办公的计划 包括谷歌已经在上周确定 将等到新年才会再次评估 办公场所是否已经准备就绪 而就在此时此刻 联国劳工部发布了差强人意的就业数据 按照最强劲的增长模式 市场原本乐观预计 全美会在11月新增55万个就业机会 结果不但连一半都不到 还远低于10月份 并创下2020年12月以来新低 被共和党抓到把柄 但拜登强调 同时间公布的失业率不但优于预期 还是2020年2月以来最优 就连平均薪资也增加了 周月报告洗油参半 让投资人燃起一丝希望 期望美国联准会会因此放慢 退场脚步 一度激励上周五 美股三大指数开盘走高 但分析师认为在新型变种的威胁下 美种会或许不会加快速度 但也不会改变原本预定的退场计划 使得当天美股在纳斯达克的领叠下 头部收黑 美股在经历一周震荡后 也连累到一篮子的加密货币 当中才刚在黑色星期五翻涨了比特币 不到一周近暴跌22% 让币值瞬间贬到4万2000美元以下 不过目前已经有一个国家 把这波卖压危机当成转机 那就是将比特币定为法定货币的萨尔瓦多 至于欧洲 根据区块链分析公司最新研究 中欧西欧和北欧地区 过去一年的加密货币交易额 已经超过一兆美元 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加密货币交易区块 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地表示 只要时机恰当 不排除会推出欧洲版的数位货币 但对于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依旧持保留态度 疫情如何发展 各股央行又会怎么动作 2021年的最后一个月 让投资人更加步步为营 TB的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